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觉得奇怪 对 我也收到了最近大家的很多这个惊诧 反正桌子上放的这三个罐子 谁也不能假装没看见 本来你们是想假装好像不存在 我要发出的呼声是 你以为我愿意吗 不是到别的都没什么 他有的观众说 你们主持人嘉宾分了多少钱 我跟大家说 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的份 我真正生气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还是争取到一个 这茶是能喝的 行行 反正这个枪天三远行 大家看这15年来 景都没给我们换过 这桌子一把桌子三把椅子 是吧 你说为了怕反光就铺些破报纸 咱们还这么能给凤凰卫视挣钱 这凤凰卫视 什么时候想 抠门就这样 算了 算了 咱还是不要关心小架 咱们还是关心大家 还是关心大我 马先生在这听的有点怪了 对 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中必然的一种行为 就是必然行为 马先生通大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人生 真的就是你就是要跟你 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共存 甚至要跟他友好的相处 甚至爱上他 对 爱上钱 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 实际上是比我们远远困难的多的人 是什么人呢 焦玉露 焦玉露同志你认识吗 没机会 但是他也不在 焦玉露同志当年待的河南南考县 出了一桩惨案 这肯定你知道 海外媒体现在是疯了一样的在报道 因为烧死了七个小孩 这在要在西方发达国家 这是什么档次的事情 是吗 巨大的事情 巨大的事情 特别的你往下一说 这事就大了 这些孩子是个领养他们的妈妈 这妈妈呢 我觉得这名深印在我心里叫 袁厉海 但是马先生爱考证 说他不叫袁厉海 对 他原名不叫袁厉海 他这个可能是一个性格的 人家叫惯了一个绰号 现在变成一大名了 我原来就想说 怎么会取这个名 对吧 你说做父母 不太会给孩子取名叫厉海 对吧 我跟你说 现在新闻记者拍的照片 马先生 真的是业务 有艺术照片的效果 我给你们看看 这个新闻的照片 照这个袁厉海 和他领养的孩子 你可以看看 咱们先看 头一条 你想 这个袁厉海抱着他 这个收养的这些小孩 你看这些小孩 你可以看出有些小孩 是一幻影 对 然后你再看 这是他们住的地方 他们家20口的人 你想就他跟他的这些 他这出事的时候 34个孩子 你看这个床 这床 就有人说 一个孩 睡一个木板的地方 之间垫着砖 垫着砖 就有去看望过 你知道 他这个袁厉海 让我想到 我真的觉得有点不能理解 就是说 你说这个爱 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出 他就 他反了 他有亲生孩子 他仨亲生孩子 可是他有一个亲生孩子 现在说起来 跟记者说 说我恨他 说他对他爱 他要那捡来的孩子 他都不要我 就他对捡来的孩子 比对他自己亲的孩子 还要上心 马先生 您就见多失望的 你见过这种妈吗 其实这种现象 其实挺普通的 他因为 他认为捡来的孩子 是无依无靠的 你刚才用错了一个词 说他领养 他不是领养 他是收留的弃婴 他没有领养手续 领养是一个法律 正式领养 对 我们认为的领养 是一个法律程序 签个字的 他就是弃婴 他为什么最早收这弃婴呢 他是非常偶然的 我看过他 他这个事很漫长 今天是一个极端的事件 把他推到前台 他在这个 这个86年的时候 26年前 他最早是在医院的 帮人处理死婴的 处理死婴的时候 忽然发现有人给他那死婴没死 他就收留了他 他觉得他说 尽管他是一个残疾的 但是他没有死 我不能把他处理掉 所以就是最初的这种爱心 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简单的说 就叫处警生情 就把这孩子留下了 就这么着 他这个这20多年来 就是基本统计下来 大概有100来个 这个奇婴 我们的奇婴数量很大的 很大的 两种一种是有残疾 一种是女婴 你说当地的人都说 说比如医院门口 有个孩子 那孩子是不全的 河南当地话就残疾的 说不是找救助战的 就说找原厉害 找原厉害 原厉害 专收这种残的这种孩子 可是你刚刚讲 这个很难理解 其实就像马先生讲 不一定 因为这种现象挺普遍 我认识很多那种做志愿工作的人 做NGO的人 比如说有好几种 有一些是收养流浪狗 流浪猫 有些是到偏远地区 帮助弱势群体 或者是弱势小孩 你会发现他对这种事的投入 到了最后 真的是达到超过家庭很多 乃至于到了家庭内部都出问题 很多亲戚 朋友 丈夫 太太 孩子 就指责你怎么会这样 那你要像他出发点 一开始是很单纯的爱 然后他又加上这个东西 又牵涉一个正义感的问题 慢慢慢慢 他会让一个人非常热情 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 整个人进去了 就整个人往那个方向进去了 就不能够是一般那个状态来看 当年陈凯歌那电影叫什么 霸王鳖姬里头有句话叫 人不封魔不成活 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词 有个成语挺有意思 责善固执 责善固执 按说是个好词 可是有的时候有些极端的个案 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看 比如说他爱孩子 你像这个着了火 着了火 这个原厉害就要扑进去 他就恨不得把我烧死 这些天都无意识的那种 已经昏迷昏迷了就这种状态 你说他不爱孩子吗 有这个小孩跟他讲 就现在有他这个养子养女 就说呀 这大冷天就像现在这样的大冷天 就没吃的 就快快饿的不行了 他出去乞讨 乞讨回来有这个好心人 讨到了半个馒头 半个馒头啊 这原妈妈掰着一块一块 全给孩子吃 说这妈妈原厉害 自己一口都没吃 可是你返回头来要问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 按领养孩子 如果是政府合法的 还是怎么着 这个救用机构啊 你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这种饥饿的情况 但是我们领养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 它是一部很现成的法律 这法律呢 也是在他收留这个孩子 这二十多年中逐渐建成的 他最早发布这法律的时候 是91年 然后98年进行过修正 真正颁布实行是99年 99年才颁布实行 99年到现在说起来 也是三四年了 是吧 那么按理说 他应该有一个现成的法律 我们按照这个法律去领养 那领养第一条他就不服 他首先是领养者不能有子女 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是一个硬性规定 那我问你啊 要是先领养了 后来生了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是呢 我们现在的领养法 大多数指的是健全的孩子 人领养是为了我没有子女 我去养一个孩子 这种残疾 而且有的是重度残疾 你看到刚才看到照片上 那是轻度残疾的 重度残疾是根本不能动的 就完全是需要人帮助 不能自理的嘛 甚至有的是智力不全的 包括这次烧死的这孩子 我当时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最痛心的是什么 都是我们会忽略的细节 他烧死这个孩子 他给了一张名单 这名单上 这个妻子一伤 没有名字 这些人全是绰号 有的叫傻妮 有的叫小哑巴 最可怜的是两个孩子 就是没有名字 叫男婴 这涉及到我们很多制度 你比如户口制度 这些人应该不应该有户口 我们看到前两天的 那个什么房妹之类的 都是一人俩户口吧 像这样的人是没有户口的 那么你在领养当中 有无数的障碍 而且这种残疾 怎么去领养 谁有能力去养 社会上今天领养的 我们其实听说 领养孩子 但是领养的都是健全的 这种不健全的 谁来管 没有人管 其实坦白讲 你看他这回这个火灾的事件 看到相关的一些照片 你会觉得 就我很佩服 原厉害这种爱情 就是正义感 但其实仔细看 你会想他其实不具备条件 他不具备 对 他是不具备条件 他硬上 因为没有人管 他说我总不能看 这孩子死去吧 没错 所以问题就来了 就说谁有条件呢 谁应该管呢 国家体制 当然是啊 而且像您刚才讲的 就说 这孩子怎么可能 就叫男婴呢 对 连个名字都没有 这不可能的事 死了以后 你说这个孩子 往来世上 一般连个名字都没有 对啊 所以你看现在就看到 这整个当地那个地方 是怎么搞的 怎么会让这种情况出现呢 所以就说 当地本来说 他是非法领养 说的非法 非法民政 但是后来好像又修改了 就是因为又别人又态他 骂他 骂这个当地政府 就说这事本来 是你们管的 对吧 那怎么你们就 他现在改来 是私下领养 是吧 好像就是 私自 私自领养 对 私自领养 咱们这是一个语言大国 私自领养 很多事都是私自干的 那就不叫非法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 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 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 青菜 米饭 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 加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复科炎症 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你这当地的政府啊 也不是没注意 这个开封市福利院啊 说从2007年就开始啊 劝说他把孩子交给我们 双方这个拉锯站呢 进了最大努力 最后原厉害 好像还他们的报道说呀 就说只愿以上交一部分 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小孩 其他的还是拢在自己家里 就愣是不交给这个有关的救助收容 这个福利院 但这个我不太明白 就是为什么是个福利院 却苦苦哀求他交出孩子 这你如果政府负责任的情况下 你明知道这个情况 其实坦白讲 他一开始讲那个非法啊 当然现在大家猜这个字啊 但其实他还真是非法 就我们如果真的是抓细节来看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政府不执行法律行动 不执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在 比如说他有一个 就是有些孩子 这里边为什么我说 这里边有个爱 人类的爱这个问题 他有些孩子产生了感情 那就是原妈妈 那我不想离开 对 你这个怎么办 对 这种东西我知道一定是很矛盾的 全世界都有很多这种事 比如说你看到 比如说你光看电影 好莱坞电影 你就常看到这种情景 就是这个爸爸 单亲爸爸或妈妈养孩子 孩子很爱他 怎么样互相都很爱 但是呢 这个法院判决呢 就是说你现在不具备条件 养这个孩子 要收到什么地方 然后发生很多这种人情故事 你在这些信里面看到 是那个国家的制度 他很冷酷 但是他很严密 他很有力 我现在想到就是 从几个月前 我们那几个流浪孩子 烧死在垃圾桶里头 到去 对到去年的一连串的校车事件 你就发现很奇怪 我们关于儿童的 这方面的政府作为啊 只在一个环节上 你觉得他最有作为 就是管生育那一块 就是这孩子能不能生 生这个不能生 把他做掉什么 这时候 那还是让孩子下手 对 这时候他管的这也 到生出来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就觉得 怎么好像处在一个半无政府状态 尤其是他这个状态 他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是孩子 我们先天不好 先天不好呢 他这里有个细节 很多人忽略 他有34个孩子 这些数据都公布的 有20个是国家每个人 每个月给 上户口的 不是户口 就是人口 就是70块钱的 这个这个低保补助 70块钱 养个孩子 咱们今天是什么 是什么物价啊 咱们得明白 咱懒考那物价 咱不知道 咱能推算出来 70块钱能干什么 而且不给全了 我就不明白 是吧 要不然 就是你现在 你要不然你就说 我是给你个福利院 我把孩子都要接走 我依照法律 这孩子要受到良好的 社会照顾 良好的教育 或者包括医疗 有理由强制执行 对吧 你可以强制执行 但你没有执行 如果不发生这个事 这个事一直在延续 那么社会的救助 我们今天社会 有一个不好的倾向 是什么倾向 就是舆论上 过于过于 这个关注慈善 延缓了制度的 这个建设 就是我们的制度 老建设不起来 老是靠大家的善心 这善心都是什么 每个人的善心 第一是直观 就是我看见了 我相信 袁令海养的这些孩子 如果有很多人到现场看见 马上就掏钱 对不对 很容易掏钱 偷物怎么都成 但是他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 或者说我看见 这一次我都做了 进了我的 这个这个这个善心了 但是我工作一忙 或者我没机会再看了 我也就不进了 所以他就会处在 鸡一顿宝一顿 你看他的照片 有穿的干干净净的 也有那种乱七八糟的 对吧 他照顾不过来 他这样一个妇女 他没有能力去雇人 他不是个企业家 是吧 他又不是个机构 他又没有任何权利 他怎么去做 其实他自己就说 比如说多少年前 这孩子我要没接回来 这孩子就死了 早死了 就没有这个人 确实有长大成人的 就他救助的 现在都已经工作了 长大成人 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在那个时候 八六年 我们想想那时候 国家百废戴青 他能有这种善心 这非常不容易 他有子女 对不对 为什么他的子女 他不去管这些呢 那表明他最基本的人的善心 我就真的 这觉得我在这个人之常情 你知道我听说过的人之常情 是什么 就我刚才问你这问题 比如说收养了一个 原以为自己不能生 但是到后来生了 你知道我听过很多个 很多这种故事 这东西真没办法 就是眼瞅着就看着自己的孩子 怎么那么像我 我这个孩子是我的孩子 就是真觉 不是说 因为这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提醒自己心理的道德 要对他好 但是难免就会觉得 这个孩子怎么有些性格 就好像就觉得 往往收回来 领养的孩子 往往就会觉得 这种孩子 当着人 当着朋友 客人的时候 装的特甜 特乖 一个小孩子 但是他父母亲可能说 他只要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在屋里 在家里的时候 你马上看 他那脸 哗一下就阴了 就说 就种种 他会感觉到 反正我听很多人说过 这是文化的 不如亲生的 但是你看 我就看见袁厉害 我就觉得 他绑过来了 他这个里边当然有一个动机 我觉得就是说 周围社会 你看为什么一开始的政府 也都不敢拿他怎么着 因为他有这个名声 这个慈善妈妈 三好妈妈 几好妈妈的 你说这是什么 我觉得像你刚才讲那种领养了 一个孩子 你觉得他就是不如自己亲生 总觉得有点怪 一般人都以为是孩子的问题 其实不是 孩子的 现在所有的教养理论都说 孩子他的所有的性格表现 是在于早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 可能我们有时候自己不感觉到 我们以为领养孩子 我对他也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好 其实是你自己 有一个很细微的分别 孩子是分辨得到 对对 他感觉到了 对 在那个很细微的分别里面的互动里面 他养成某种性格 你说真没有种的原因 没有种的原因 亲生的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育婴的心理学 有几个很经典的例子来说明 如果我们说你的性格是天生的话 那么为什么 就是说所谓天生下来 比如说同一胎下来 应该性格都很接近 有一些连体因双胞胎 连体生下来 一辈子二三十岁都还连着呢 那但是他们性格是极端不同的 那由此可见呢 就是说他后天养成的时候 过程是在一块的嘛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如果我跟你是个连体因 我们生下来再老头 天一块 那你再便宜 你再我便宜 然后这么连一块 这么连一块 怎么可能 从小一路这么大 怎么就极端不一样呢 所以这边就看到 后天你怎么教呢 恐怕还不行 很多人就说这是天生的 但也不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也有一些情况 是后天生出来 是放在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兄弟姐妹 但性格是完全相同的 相似的 所以这个东西 它既非天生 也非纯粹的后天教 而是在社会互动中 形成一个性格 还是个谜 咱们去一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中华一脉 自然出众 阿里山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粮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你看他们这有很多材料 就讲中国私人合法收养 困难重重 一个是庞杂的手续和高昂的收费 然后国家政府对孤儿收养经费投入不足 民间所谓私自收养大量存在 涉嫌违法 然后法律规定有盲区 急需建立收养人评估制度 你像叫在西方国家 那家伙 我觉得西方国家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孩子是国家的最高价值 对吧 一说到孩子 那你父母 你都没权利对你孩子怎么着 你这是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份财富或者一份生命 本来中国人也是特别看重孩子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被搞成 这就像马老师讲的 一方面它是个制度问题 但我们现在是两边都有缺陷 什么叫两边有缺陷是这样 你比如说像袁立海 它是一个人的力量 但假设今天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说 我们成立一个什么慈善机构 我们专门辅助这个事 所有这种慈善机构 NGO在中国搞 我们都知道有多难 也搞不起来 政府有时候也不太愿意你搞 好了 这方面不太愿意你搞 当你说我个人 去正式合法领养 就像你刚才看那个材料 我也见过手续门栏多了一大堆 而且每个卡都要收你点钱 好 然后到了最后 那说那靠政府吧 原来他也不行 怎么样都不行 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卡在这 你知道哪个国家收养中国孩子最多吗 美国吗 对美国 美国 但是我都听说过 这两年少了 少了 少了 你知道这个收养啊 真的你也要有充分的考虑 很多人你收养回来以后 跟孩子的相处啊 对 他有很大的文化因素 因为西方人呢 你比如美国人 他的这种领养文化是非常 就 就非常适应的 非常适应的 所以他孩子认为 我跟我爹妈长得完全不一样 连人种不一样 我也没有 他在社会中没有 中国人是不行的 中国人几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事录 父母天天都逼着这些 不能告诉他 不能让他知道 一旦让孩子知道呢 因为社会文化是不一样